全台本土确诊破4万例 虽然台北市略有下降 但副市长黄珊珊研判是假日效应 毕竟洪峰还没到 未来几天是关键期 大家要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只有七大筛检站的话是4608例 良性数已经达到4083例 良性率是88.6 昨天到今天的确诊数虽然稍有下降 但是洪峰还没有到 未来几天会是关键期 医疗的能量会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 既然要长期抗战 疫苗快筛等防疫物资就是关键 但北市府删除28亿防疫预算 IP没有超前部署 对此副市长蔡品坤 特别还原当时的决策过程 我们也跟陈部长提到说 我们准备了28亿要来买疫苗 那时候陈部长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 不要再买了 中央已经买很多了 那时候陈部长还提到说 他还担心挨骂 为什么买那么多疫苗 更进一步也提到说 防疫物资中央都会准备 尤其像药物等等 我必须要讲 在那次的见面里面 的确没有特别针对快筛事迹交换意见 市长柯文哲铁口直断 预测疫情向来灵验 但这回没算到市面快筛如此难买 还把删除预算的锅摔给台北市议会 也难怪引起议员们的强烈反弹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道